39岁的男星唐宇哲 曾在《终极一般》和《花样少年少女》等热门剧集中单纲主演 因一首歌曲《最爱还是你》而走红 然而,最近,他爆出在录制中国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》第三季的总决赛中 像比他小13岁的女友苏小轩求婚成功 唐宇哲今天也通过微博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,很感谢能在我39岁的这一年 拥有了对的人 求婚发生在工作场合 但唐宇哲感慨地说 谢谢我的胡祖兄弟们,为我安排了这个惊喜 26岁的苏小轩是台美混血 外貌出众,还是何泰星也懂事千金 家庭背景优越 两人被拍到约会于2019年 尽管唐宇哲一直没有公开承认恋情 唐宇哲是一名颜值出众的花美男 因出演终极一般 莫非这就是爱情等热门剧集而备受观众喜爱 唐宇哲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向中国 而昨天的求婚发生在中国综艺节目《披荆斩棘》第三季的录制中 苏小轩目前还未公开回应求婚仪式 但她昨天发布了一张成绩照片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祝福和关注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一起了解更多热搜事件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